大家好,我是愛元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元神4.6風行迷蹤 魔測之局活動簡單攻略獎勵 獲取說明玩法介紹躲貓貓作迷藏修墊機全攻略 這邊是風行迷蹤魔測之局的活動玩法介紹攻略 點擊活動詳情 首先在這個遊戲概覽這裡 可以選擇你喜歡的地圖來進行保存 更改匹配地圖 如果你喜歡玩的地圖 你就打上這個對勾不喜歡的話就打上這個XX 然後點擊保存 這邊退回來 然後在 左下角風行迷蹤這裡 可以提前設定好遊俠和獵手的技能 獵手這邊 神秘預感和洞察全局都有三個技能 然後遊俠這邊有兩個技能 返回 獎勵這一塊只要你獲得了足夠的這個迷蹤幣就可以獲取每一檔的這個獎勵 然後謀測挑戰這裡獎勵 你和你的好友年機就能獲取這些經驗書和礦石 在這一期風行迷蹤和以往不太一樣 遊俠需要修這個發信機 但是利用這一特性的話 遊俠在修復發信機的這個過程中 會暴露你在小地圖上的位置 可以利用這一個特性 比如說放風陣啥的 我覺得還是挺有意思的 游俠技能 設置好後右上角關閉 遊戲概覽可以選擇想要玩的地圖 點擊更改匹配地圖不想玩的點插 設置好後保存選擇 規則詳情可以看到積分或取詳情 瞭解完玩法後右上角關閉前往遊戲 傳送至蒙德城 東北方向朝走廊鏡頭房子旁的路登飛 放過圍牆跳下去與吉蓋克斯對話 比配遊戲 接受 左上角可以更換角色換好後 點擊準備就緒等待隊友準備 都準備後倒計時5秒開啟 本局我是獵手 追上遊俠按技能1困住第1次 困住第2次遊俠退出 注意上方會提示眷屬智能降臨 小地圖會提示位置 這個光註就是 其他的挑戰獎勵多玩幾局 基本都能完成這個要刻意找一下 遊俠都被困住後 獵手獲勝 記得關注再走哦